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及台湾顾问团部分成员 继续我们的夜行 武和惠婆湖生态江西行誓字组 今天言庆江而下来到广风 带您一起走进已经封禁了千年之久的 童伯山 童伯山位于上饶广风区的南部 地处敏浙干三省交界处 属武夷山脉东段北路 总面积三百一十二平方公里 约占整个广风区面积的四分之一 我现在是在广风童伯山的九仙湖上 今天我们武和惠婆湖 三太江西行设置组来到这里 共同来揭开一下封禁千年 童伯山的神秘面纱 童伯山下共有两千多亩的湖面 碧波荡漾 风景起立 四周青山环绕 绿树葱 成船穿行在湖上 像是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 受青石构造地形的影响 童伯山形成了若干个陡峻的山峰 千姿百态 唯妙唯孝 构成了一个个形象逼真的自然景观 清代诗人徐兆伦曾登临童伯山 并赴诗 《突澳东南第一峰》 半开临近白云中 从此童伯山有了东南第一峰的美誉 这里也留下了徐霞克的足迹 这里是位于广丰童伯山的白花烟景点 今年这里也被刚刚认证为全省第一个 也是全国首批的徐霞克游线标志地 徐霞克曾经到这里来 住了两天 写了一篇著名的游记 叫《闽游日记后》 那么它在里面的描述呢 是看到这些是风乱环烈 史真独胜 描写我们这里的景色 站在山顶俯瞰远方 单山石海 原始峡谷在脚下延伸 气势微恶 令人不禁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这一片总共有28平方公里 非常壮观 你看这里是一个一眼望三省的地方 我们脚下站这里是我们江西的 我们铜墨山 靠我的右边这边是福建的浦城 靠左边这边是浙江的江山 从唐代末年开始 铜墨山就成了官府的封禁之地 静止开垦围猎 直至清代 千年的封禁使得铜墨山避开了人类大规模的砍伐和开发 自然生态环境保存完好 现在铜墨山境内有三万亩原始森林 景区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8%以上 这里珍惜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 还保存着成片的野生南方红豆山群落 许多树林都在千年以上 为了保护好原生态的铜墨山 当地政府一直秉承深度保护 适度开发的理念 划定生态红线 禁止任何破坏性的开采 通过生态用地保护红线的划定 铜墨山构建了独特的生态保护体系 现在铜墨山区域红线保护范围 占总面积的92.7% 形成源头保护 生态连片 效果明显 整体提升的格局 去年铜墨山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今年铜墨山镇又有294.9平方公里的区域 被纳入新疆源头保护区范围 千年封禁的美丽将得以延续 2015黄埔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 第八战的比赛 今天在有着东方威尼斯车厂的上饶市御山县举行 虽然今天御山县下起了大雨 但是呢您可以在我身后看到 选手们一路风车电车勇往直前 环博赛进入第六年 从运动员安排到后停车辆保障 再到赛事准备和经营策划 赛事的举办更加规范化 这一切跟以前的不一样 那比赛不一样 那个走的路也不一样 那个现在的路都是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 风景的每一个站都不同 这里是御山县的三清湖 也是参赛选手们必经的赛道之一 整个御山县的赛道全长是116公里 是不循环赛道 从御山南站开始 到御山梦里水乡景区结束 整个赛道两岸沿线都是像这样生态优良风景如画 是御山县精心打造的黄金赛道 也被亚洲自行车联盟协会称作是百里画廊 为打造这条百里画廊的黄金赛道 御山县建立了全县森林资源保护一张图 规划了四横三纵绿块香气 清香怀抱绿水川流的城市森林空间格局 是外桃源 是那种非常天然的不经雕刻的 是了两个多小时的 我们拍照照片展示我们御山的旅游风光美景 展示这个自行车厂的激烈这个情度 在这等这长时间也算是值得 经过一番角逐 最终来自RTS森蒂克车队的俄罗斯选手鲍里斯 获得上饶玉山战分战个人第一 来自亚塔齐高士特职业车队的荷兰选手托马斯 目前八战总成绩领先 这场赛道已经很棒了 很近的结果 我已经有更多观众 更多观众 每天天有几百万人 这就是完全是很美丽的经验 昨天下午参加9月3号 纪念中国人民抗议战争 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大会阅兵的驻上饶 96165部队受阅官兵 载予归来 上饶市民自发走上街头 冒雨迎接他们眼中的英雄 下午一点多钟 受阅官兵和导弹装备 从上饶火车站出发返回驻地 此时沿街站满了 自发前来迎接的上饶市民 车队每到一个市民聚集点 市民们就放弃鞭炮 忘情欢呼 能够如此近距离地看到 萨爽金姿的军人和金阳的武器 目睹我国军队的威严和雄状 大家十分激动 这么威武的部队 都有点好激动 对我们人民军队的那种 经济深深的震撼 同时也感觉到 我们国家的军事力量 日渐长大 我感觉非常的骄傲 已经认识都市的温先生 拿着相机早早来到路旁等待 受阅官兵和导弹车辆经过时 他一口气拍了近百张照片 我非常感到很兴奋 很正啊 我的手机相机不断地拍 不断地上 打着人群啊 解放军的 死在我们的心情都不要了 据了解 在9月3号的阅兵式上 这批授阅官兵和装备 位列常规导弹第一方队 是战略打击模块的排头方队 成员来自中城旅行使命的 模范指挥员杨叶公 生前所在部队 和常规导弹第一旅 和舍己救人 模范军官奉祥兵 生前所在部队 这次光荣的授阅任务 让官兵们感触很深 我引领我们第二炮兵通过天安门 我深感自豪 我认为我们第二炮兵 在世界上不惧怕任何一个国家 一身绿色制服 一辆摩托车 一包邮件 行走在乡野田间12年 他走过的邮路超过25万公里 相当于绕地球六圈 他送出的信件 包裹汇款单 报纸等超过30万件 他就是周庆勇 铜骨县的一名普通邮递员 镜头前正忙着分解报纸的 就是铜骨县邮政局的邮递员周庆勇 每天早上6点 他就要来到县邮政局 熟练的收件 分检 装包 然后开始一天的投递工作 2003年 19岁的他成为了一名邮递员 12年的时间里 他承担着这个县三都镇 有宁镇 十多个村的投递任务 每天上门投递50到100件邮递 一天的来回里程超过80公里 这就是周庆勇每天来走的路 陡坡 泥泞 坑洼 但他从来没有因为天气 道路等原因 耽误过一次投递工作 一路上记者看到周庆勇不实的会跟过往的群众打招呼 唠家常 各家各户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 他都尽量伸出援手 今年三月底 村民李让梨因车祸骨折卧床休养 药品由儿媳妇在外购买后邮寄回来 周庆勇得知情况后 每次都会在第一时间把包裹送到他的家中 有时路过 他也会上门问问他恢复情况 真心的付出 让投递区域的群众都与他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12年的往来 周庆勇熟悉了投递区域的每户人家 他还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当地的孤寡老人 空巢老人 只要一个电话 他就会及时过来 12年来周庆勇一路送邮件 一路做好事 传送着邮件 传递着爱心 西连快递也是个普普通通的工作 但看到客户满意的笑容 这就是我工作最大的动力 所以我再辛苦 也没什么 觉得值 更多资讯 一起来看一组夜行宿地 近日景德镇市举行 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旅采访活动 活动以陶瓷元素为标识 沿着古代海上丝绸陶瓷之路 到广东省阳江市 福建省泉州市开展异地采访 南风县泰河镇 一龟鳖养殖基地 近日孵化了一只双头巴西龟 双头龟只有四条腿和一个龟壳 而且两头都能正常进食 极为罕见 目前双头龟出生已有一周 健康状况良好 当地养殖行家分析 双头龟极有可能是没有互相分开的双胞胎 20号早上7点01分 我国星级运载火箭长征6号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成功将20颗微小卫星动入太空 创造了我国一箭多星发射的新记录 长征6号运载火箭是三级液体运载火箭 动力系统采用液氧煤油发动机 具有无毒无污染发射准备时间短等特点 主要用于满足微小卫星发射需求 位于大连星海广场的大连贝壳博物馆新馆 昨天开馆 新馆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 共展出各类贝壳标本5万多枚 古生橘石动物化石标本3000多块 其数量和质量在国内堪称绝无仅有 在世界范围也数罕见 重庆首个钢琴博物馆昨天下午开馆 钢琴博物馆总面积3000多平方米 收藏有世界著名品牌的古董钢琴200多台 这些钢琴主要产于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婚礼是人们一生的大事 精致的婚纱和礼服自然少不了 如果你看腻了白纱和西装 不妨到巴基斯坦结婚礼服时装周上 看看充满抑郁风情的设计 本次新品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 结合传统剪裁和刺绣 整件礼服看上去璀璨夺目 煞事好看 材质方面设计师选用了绸缎 欧根纱 天鹅绒和羊绒 低调的枣红色虽然少了几分稳衣 却更显新娘的端庄稳重 虽说新娘是婚礼当仁不让的第一主角 新郎的形象也不能忽视 阿里奇尚带来的时装秀 除了新娘装还展示了不少新郎装 设计师的灵感来自沙漠中的海市蜃楼 将巴基斯坦传统刺绣和充满现代感的色块相结合 设计出一系列既经典又时尚的新人礼服 而且新娘装和新郎装相得益彰 搭配穿着更是景象天花 节目的最后 一起来看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收看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你还可以关注江西网络 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 也欢迎关注下载江西网络台的微博 微信手机客户端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